大家好 我是扶搖 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最近美國國防部宣布要給調查UFO的辦公室改個名 同時也要擴展一下他們的職能範圍 讓他們有權利一併研究一下水中的不明飛行物現象 也就是USO 有些朋友可能從中聽出了一些端倪 難道這是在拐彎抹角地告訴大家水里也有外星人嗎 哎 你還真別說 這水下的世界一樣精彩 最從二戰以來 在神秘現象愛好者的族群中 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 是幽靈潛艇 據說呢 有一些水下的龐然大物 時常會像幽靈一樣悄然出現 你剛在雷達上看到它 下一秒它就沒了 有一些潛艇的艇長以為那是敵軍 然後是一頓狂轟爛炸 結果人家飄走的速度比炮彈還要快 根本就是一點事沒有 等你這邊發射了 人家已經跑遠了 不過呢 這種情況 好在是對方沒有敵意 他們沒有進行還擊 要不然 真不知道會有多少潛艇會葬身深海了 因為這種現象呢 實在是不少見 所以後來人們就索性管這種現象叫USO 其中有人認為 這東西它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甚至還有人認為 它就藏在海洋深處的某一個地方 有它們的外星基地還有據點 還有人宣稱 那可能是水怪 或者是美人魚 竟然還有人認為 那不過就是類似於海市蜃樓一般的幻影 就是說呢 總體來看 大家對於USO的現象 更多是抱著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 直到2009年7月 俄國的最大海外媒體 今日俄羅斯出了一篇石破天驚的報導 它說 俄羅斯海軍已經解滅了一些USO的記錄 而且啊 它們認為 這些USO在技術上 已經超越了人類建造的任何東西 報導一出來 大家才開始正眼看待這些事件 報導中說 關於這些記錄呢 最早是可以追溯到蘇聯時代 是由海軍副司令斯密爾諾夫海軍上將 親自領導的一個特別小組蒐集的 俄羅斯著名的不明飛行物研究員阿渣渣就這麼說過 這些材料非常有價值 因為50%的UFO事件跟海洋有關 還有15%跟湖泊有關 我們來說一下 其中的一個案例 就是現在網上流傳很廣的6個USO事件 有一次 一艘在太平洋執行任務的核潛艇 發現了6個未知物體在尾隨它們 而且跟得很緊 似乎怎麼甩都甩不掉 艇長在無奈之下下令浮出水面 沒想到的是這6位尾隨者也跟著浮上來了 接下來讓人不敢相信的是 他們居然騰空而起 帶著滿身的水珠瞬間飛了起來 然後很快就消失在了天空 全體官兵看的是目瞪口呆 飛船 飛船 這下我們真的是看到會飛的船了 退役潛艇指揮官 別克托夫海軍少將曾經回憶說 他有一次在百慕大三角地區執勤的時候 突然遇到過多次UFO事件 往往在這個時候 船上的儀器都會同時出現不明原因的故障 或者是被強烈干擾 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個時速大約在230節 也就是時速400公里的UFO 這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要知道大部分潛艇的速度都跟老爺車差不多 號稱世上最快的潛艇 也就是前蘇聯研製的帕帕級潛艇 也不過是能達到時速82公里而已 而且因為製造工藝跟不上 噪音問題又難以解決 所以當時前蘇聯就只是建了一艘 是用來秀肌肉的 而沒有批量的生產 400公里的水下時速 用別克托夫的話來形容 那就是違反了物理定律 關於這樣的情況 那就只有一種解釋了 製造它們的生物 在發展上是遠遠超過了我們 類似的事件 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書裡 還有更多的描述 這書叫《俄國水中的不明飛行物秘密》 書中提到說 1951年一艘蘇聯潛艇遇到了一個巨大的水下物體 向海岸方向遠去了 那個時候正是冷戰時期 艇長的警覺性比較高 他就下令在這個物體的路線上投擲深水炸彈 誰知道這個水下物體就好像沒看見似的 人家繼續一路前行 一直到離地面還有50米深的地方 這東西突然一個急剎車 然後又迅速改變路線飄走了 就彷彿是在逗人類玩一樣 我們說到的這本書的主要作者保羅斯通希爾 是一位研究俄國UFO現象的領軍人物 他來自烏克蘭首都基辅 從小痴迷UFO 長大移民美國之後 他還一直跟俄羅斯的UFO愛好者們保持聯繫呢 慢慢的這些朋友圈越來越大 他們就編織起了一張巨大的網絡 這個圈由科學家、軍事人員、UFO目擊者 還有調查人員共同組成的 他們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後來斯通希爾還成立了一家自己的研究中心 每年審查數百起俄羅斯不明飛行物案件 他說其中60%是可以證實真實性的 是有證人和確鑿的事實做支撐的 2016年他把手頭的案例集結成冊 跟英國資深UFO研究專家 菲利普·曼特爾聯手出了這本書 在書中他們列舉了大量 從前蘇聯克格勃獲得的絕密文件 也把很多顯為人知的水底起義事件 曝光在了世人眼前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貝加爾湖的蛙人事件 神秘有美麗的貝加爾湖 是世界上儲水量最大的湖泊 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平均水深達到了758米 最深處超過了1700米 1982年的夏天 兩位中校帶著一隊的偵察潛水員 在中亞的伊薩克湖正在進行定區培訓呢 伊薩克湖也是個世界級的大湖 水的最深處有700米 而這天 國防部指揮官少將德米洋科 忽然拜訪了他們 只見少將緊鎖眉頭 看起來情況不妙 原來軍人們最近在貝加爾湖的水下演習中 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士兵們遇到了一種神秘的蛙人 這些蛙人幾乎有三米高 長得像人類 儘管當時水下的溫度很低 他們卻只是穿著銀色的緊身游泳服 也沒有帶潛水器 只是用了一個球形的頭盔遮住了頭部 他們是怎麼呼吸的呢 難道他們有塞嗎 這一系列的問題讓軍官們十分好奇 於是他們決定抓一個活的回來研究研究 於是很快成立了一支由七人組成的小分隊 他們帶著網下潛了 當他們慢慢降到50米的深處 蛙人果然出現了 大家趕緊撒出網追了上去 然而還沒等他們追上人家 一股大力湧來 瞬間就把他們拋回了水面 因為50米深處水壓很大 按照常識來說 人們下潛上浮都得慢慢走 這樣才可以讓人體適應過來 而這一下子返回了水面 就等於是瞬間吹爆了氣球 潛水員們都患上了減壓病 三個人當場死亡 其餘四個人落下了終身殘疾 所以呢 少將這番前來就是要傳達上級的命令 少將對他們說 如果在伊塞克湖也看到這樣的蛙人 千萬不要去惹他們 離他們越遠越好 而且還不忘叮嘱說 這可是國家機密 雖然這樣吧 這個故事還是被傳開了 然後呢 有人就懷疑說 貝加爾湖底 說不定就是有個外星人的基地 而這個說法 在2009年4月 NASA貼出兩張貝加爾湖奇景之後 又一次引起了熱議 照片中 我們看到兩個圈圈清晰可見 大小相似 看上去呢 是由薄冰形成的 直徑4公里左右 一個在湖的南邊 一個在湖的中心 都呈現出完美的圓形 NASA還說 白天氣溫高 等冰層融化之後 圈就消失了 晚上氣溫低又會結冰 而這些圈圈就又會出現了 而且 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在1994年和1985年都出現過 NASA認為 圈圈所在的位置 應該是存在著一股上行的暖流 但是呢 這暖流是怎麼來的 原因就是個謎了 於是這個時候 USO愛好者們就出來說話了 是不是圈圈下面 有飛碟在活動啊 這樣可以導致水溫溫度升高 當這種現象 用自然現象沒法解釋的時候 人們自然就會試圖用人為因素中去找原因 所以說這種說法呢 也不能說是完全牽強附會 問題是這有沒有可能呢 2015年 被水裝置下潛到了湖水1200米的深處 這個時候他們關閉了聚光燈 然而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正沐浴在一種不同尋常的光芒中 就像是被兩個強聚光燈從上方還有側面給照亮了一樣 然而僅僅一分鐘之後 這種光芒就消失了 他們又陷入了一片黑暗 一位水上救援人員回憶說 那天他們正在貝加爾湖的一艘遊艇上 突然從下面的湖水中飛出了一個巨大的發光圓盤 圓盤的直徑可能有500米到700米那麼長 發出的光實在太亮 甚至讓人感覺暫時失明了 他原本在水面下閃耀了三分鐘 之後又在一秒鐘之內快速飛到了天空 當時的場面非常壯觀 很多人都看到了 當地的攝影聯盟主席向記者展示了 他在2009年夏天拍到的UFO照片 那天他正和兒子在陽臺上看最後一抹夕陽 突然之間就出現了照片中這兩個發光點在水面上盤旋 核心是黃色的 邊緣呈現橙黃色 他介紹說 這些神秘的飛船也是在貝加爾湖的其他地方出現過 而且還駐留過呢 一位歷史學博士就向記者展示了他收藏的古代炎畫 畫中之人穿著緊身服 戴著圓形頭盔 而這跟傳說中的湖中蛙人的形象非常相像 這樣的話他收藏了幾百幅 其中也有一些穿得像宇航員的 博士說他認為這些就是那些在古代訪問過地球的外星人 他給他們起名叫做天空之子 要說到古代外星人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2011年6月 瑞典專業打撈團隊OceanX發現的一次水下UFO了 這是在波羅的海北部海域發現的 是一塊直径大約60米的巨大海底圓盤 上面清晰可見有類似於坡道 梯子等非自然的結構 看上去非常像是電影《星際大戰》中的宇宙飛船千年損耗 OceanX在諮詢了多位專家之後認為 這可能是在14萬年前見落的一架外星飛船 然而這個結論卻招來了很多嘲諷 特別是在科學界 14萬年前的外星人簡直是匪夷所思 不過團隊成員並沒有放棄 他們把這個探訪經過拍成了一部紀錄片 邀請大家一起來分析 研究人員說其他的都好說 但是當手中的電子設備 比如說衛星電化 到了在圓盤200米之內的區域的時候 就會失靈了 或者是被嚴重干擾 這一點用自然現象是沒法解釋的 是UFO也好 不是UFO也好 他們期待的就是一個真相 而為了這個真相 他們願意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 為解知名 我是福瑤 咱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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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